好 最新现场来看到补教民师高国华最新向平面媒体私下透露 他说刘毅他对手也疑似偷吃有婚外情 甚至还会言语骚扰女员工的嫌疑 而这刘毅本人呢刚刚出面了 他说要针对高国华的指控提出告诉 我们来听他的说法 第一个 他说我跟初老师同居 没有 就告他了 第二个 他说我是四级大骗子 我骗了谁 告他了 第三个 他说我不要脸 我哪里不要脸 要告他了 那高老师他 陈子权老师说我什么东西 想我任何地方不好 我通通都可以原谅他 因为他是受害者 他是这一个事业的最大受害者 他是过去八年来这么样认真工作 这么样努力的人 但是高老师所做违法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诉诸以法